大家好,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 手表飞行器的一个操作 大家看一下这是面板 这是电影开光 先闪一闪,就是没有一个对屏 我们先把它关掉 然后我们刚开始学飞的时候 记住几个按键操作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订高 然后这边是油门杆 刚开始上电的时候 打一上,打一下 这样就是 有一个铮铮的声音 内屏OK了 然后飞机也不会一闪一闪 然后 这边是 360度一个翻轨 这个按键 按一下就是360度翻轨 长按就是进入一个感应手感的模式 你可以这样来操作左右前进 后退 然后这几个 这几个 1234 这几个是微调的 一般我们就不需要操作 除了它是那个 方向有点偏 我们才需要去微调 这边是 这边是左右 左右一个 一个转动 左右转动 控制左右的 然后 这是 这是一个 前进 后退 向左 向右的一个操控 然后飞机 我们看一下 有分了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是带示范头 一个是没有带示范头的 看着这一点就可以了 这一点就是前面的 然后开关是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有分颜色的 这个蓝色是前面 红色是后面 我们这样看就比较清晰 红色是后面 蓝色是前面 但是没有 没有对 对平完成的时候 就是一闪一闪 好 这两个一起打开 这个 推上推下 对平完成 你看 对平完成 这样就OK了 那么 好 然后